to this porcian romantic wedding party of vicky and roy 今天晚上我知道有一些bickers是来自内地的 所以我也会说一点点的普通话 让大家大概知道 今天晚上的流程安排是怎么样的 今天晚上真的很开心 我要来到明星大丽的宴会 看到大家很开心 我在这里邀请我介绍一下 我是今天的C Gary鲁鲁鲁鲁 大家好 谢谢大家的掌声 看到大家的掌声就知道 今晚一定会很热闹很开心 在这个时间我想大家稍微静一点 现在这些新人的故事 背景先头分享一下 不如这么说 首先问问大家 不知道大家的宅偶条件 就是选另一半有什么准则呢 会不会是看他的能力是怎么样 就是说他有什么帅 又会是看他的财力是怎么样 例如是转什么楼 或是看他的内力 追自己多久有没有心思 还是他的吸引力 他的外表样貌是如何的呢 不过对于一对新人来说 飞行和我会 以上的都不是他们责任的条件 他们最相信的是旅行 第一感觉 第二是缘分 如果我们大家都认识一对新人 如果是新郎哥的朋友的话 都会知道 其实新郎哥是做中标的生产商 在生意上已经是非常之有成就 做到一个出色 可以说是一表人才 不过新产商制造了一个中标之后 在哪里卖就最好呢 对了 在Ricky的店里卖就是最好 因为Ricky就是做一个 珠宝中标的零售生意 所以你说以后呢 买标啊买珠宝的钱呢 就给他们两个 以后呢就结婚之后 可以商业合逼 他们的business呢 就越做越逼 那么要来了 这个时间上 大家讲一下 关于他们的闪电 结婚 爱情故事 自从上年的2012年6月呢 他们两个因为一个就送货 即是阿威呢 接下了一些标之后 就送货 然后去Ricky的店铺 Ricky收货 那时候呢 就是他们第一次的牌后 然后8月份呢 因为一些生意的原因 还有因为礼貌上 所以就通电人了 去到12月 他们已经开始正式交往 又出来见面 有机会了解对方了 厉害了 去到今年的2月份呢 就一起和家人 已经去哈伊奔对手 跟着闪电求婚 就直到今天闪电结婚 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在一个很短的普通时间 但是他们已经非常知 认识和深入了解对方了 我记得他们两个 和他们开会 筹备今晚回来的时候 都觉得他们两个 均人之匹配的 在这个时间 我想和在座所有的奔合 一起为一对新人 送上最真诚 真挚的祝福 一会儿我说 百年好合 大家一起和应 永恒同心 我们一起祝福一对新人 百年好合 永恒同心 非常好 非常好 好了 看到这么开心的时间呢 我马上想起新郎哥 叫我 有两封的利是 现金与送给现场奔跑 然后让他想要 请举手 你让他想要 哎 这位先生38号桌 是不是 你换得非常之快 我们给他掌声 带几位先生 来 有请 是你 先生 你还拍手 对了 上来 有请 这位奔派 他手练得几快 大家今晚都很内念 还是大家都 其实很多现金 不需要给这件事 有请这位男士 上来他就去拿了两封现金奖 我能做事的 上来上来上来 你好你好 不用那么害怕 你上来就问我 我自己做事了 你好 这封是赦你的 恭喜你 好 那 看来看简单 其实他很聪明的 坦白 接下来先 怎样接下来 我叫 Chris Chris 是新郎 还是新娘的朋友 新娘 新娘的朋友 即是朋友同事 还是同学 同学 MBA同学 MBA同学 咦 那即是说 你的智障比较比较高的 对 对 不是 不是 真的 听他 那你想听普通话呢 嗯 嗯 那我们问一条普通话 看好吗 那刚刚 我刚 说就必须说 其实 就是今天晚上 你的新闻 他们两个 选钱 非常好 但是他 在他们两个 跟他们认识的时候呢 其实 有一些原因 有一些事情 发生了 所以他们两个对 对方的印象 不是太好 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我说给他听 我说给他 我认识 对 哈哈哈 你真的完全 懂得听 那好吧 那我不担心他了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你的新人 我认识 我认识你了 那好吧 那我给你选择你了 第一 A 就是爽约 爽约 B 美礼貌 没礼貌 没礼貌 C 是什么 傻大牌 就是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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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大 完全是有价值的 其实是有关注出来的 这些东西 是哪一样呢 你觉得 没有提示的 你不是谁的一个 B B 给多一次机会呢 C 三个答案 给最后一次机会 对 没错 其实ABC都是的 给掌声一下 Chris 好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 谢谢 其实他帮我带出来了 其实在他们两个 刚才认识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我过来 他 他 闹出了 索大牌 有两次 因为 他出处的时候 他比较退伏 他也比较退伏 所以他们两个 初初开始的时候 对对方的印象 就不是太好的 不过 在这段相处日子过程当中 他们发现对方 有非常之有优点 所以想和对方 长相思秀 很简单 比如说 阿新娘子 在新浪波的心目中 他就是 高贵 美丽 大方 诚实 果断 可爱 非常之多 而且阿新浪波 也是无限的优点 阿新娘子最重要 说他一定要说多点 就是他主要说懒惊 不过到今天 都仍然是不好笑的 但是我们不说这些了 他们准备了一个成长变段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请大家细心欣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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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